他的名字叫Benji 他的品种是扎里骑士王 今年已经是14岁了 蛮有年纪的一只狗 Benji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陪我度过我一段最难熬的时期 在2009年5月份的时候 我被认识由乳癌 那个时候 整个心情都是沉下来了 真的是好像整个世界 每天都是好像觉得很不开心 然后我的狗好像知道我不开心 他每天都是来安慰我 我哭的时候 他会来跟我舔我的眼泪 然后他会坐在我身边 就一直在看着我 好像说你不要伤心吧 没事的 后来我康复的学生 我在一个节目就看到 有这个训练可以使Benji 去做一个治療的狗 所以我就说好了 不然我们去试试看吧 然后他就去老人院 去孩子的家 帮助更多人 Benji已经是14岁了 他之前也是有患了癌症 我的梦想就是 希望领养多一只狗 可以代替Benji做治療的狗 在同时也是可以陪伴他 然后他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真的是退休了 这一次的梦是特别有意义的 因为治疗犬能给予病人陪伴 通过与病人的互动 舒缓病人内心的压力 Benji Hello Benji 所以我知道你要领养那只狗呢 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接替Benji 对啊 成为下一只治疗犬 是 可是你知道要从领养的狗狗里面 把它训练成治疗犬是很大的挑战来的 对 我知道 因为它们有些都是被人虐待的 然后就会比较障礼 会有点怕人吧 所以这个我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 梦想的实行计划 从寻找领养狗狗活动开始 联络新加坡各大领养机构及安排会面 但从中要找到符合治疗犬资格的狗狗 并且要跟Yves Lynn和Benji相处融洽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临时知道了 有两场的领养活动 可是今天Yves Lynn和Benji都没有办法出席 那我今天就来帮她找一找这只狗 还有 小只狗就有这几只 不过通常小只的狗都是比较年龄比较大的 好 如果我需要的话 我就再打电话给你 我们就可以去它的现在寄养的家庭 去看它就对了 对 好 这场活动我们找到了几只蛮适合的狗 我们就再去下一场活动看一看 它的名字叫Waffle 它跟小狗没问题 跟人也是没问题 这只就是Cookie 哈啰Cookie Cookie Cookie它其实有点胆小是吗 一点 可是你看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跟你接触 经过一轮筛选之后缩小范围 我们今天会去拜访四间寄养狗狗的家庭 看看能不能找到Benji的接班人 哈啰 你好 哈啰 你好 哈啰 我叫Sophie 另外一个是Bella 其实六个人从森林区 两个人在我 然后四个人在我家 现在Benji这边处置太软 然后另外两只现在趴到输在一个角落 也可能因为他们刚被拯救 所以他们还是有点怕怕 有点害羞 你好 哈啰 哈啰 查理性格比较害羞 对 但是他会跟狗玩 两只很冷静的狗 非常好 非常有耐心 脾气很好的一只狗 对 哈啰 你好 Evelyn Mangie好像想要过去跟哈啰这样 Cookie比较慢热情 所以他可能要一点时间 他很昏迅 他不会咬还是怎样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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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其他的小狗最好奇是吗 对很好奇 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小狗 好 我们就让Evelyn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也让Benji考虑一下好不好 对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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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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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四肢狗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 Benji和我会选择Waffle 因为Waffle的性格 我觉得比较活活 也不怕人 所以做一只狗 healing therapy dog 比较适合 来看一下靠厅 我觉得是为狗狗逛逛逛的地方 是吧 是为了Waffle的体育 也能带牠出去 好 现在就到了我们的 Waffle的小小测验时间 看牠是不是适合做 肯定治疗狗狗 没错 来 这个交给你 我将来做三个东西 好的 所以我将把牠的耳朵捡 这项模拟测试是要检测狗狗 是否适合应对各种不同的突发状况 以判定牠是否符合治疗狗的资格 我可以试一下Waffle吗 是 当然 好的 所以我将把牠的耳朵捡 牠是稍微不舒服 但那不错 牠不喜欢牠的耳朵 牠的耳朵 牠不太舒服 但牠能够努力 所以我将把牠的耳朵 牠非常好在耳朵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试 我将把牠的耳朵 因为我将耳朵用弹朵 是 所以牠的耳朵是在耳朵 牠的耳朵享受 那是很棒 好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Waffle 来 Waffle 牠也不太舒服 但那不错 可能牠不太擅长了 所以在最终的试试 我们将来试试 两个人的耳朵 所以我可以试试你 两个人做一个坐 和一个坐 然后我们将来逛逛 然后让牠们在那里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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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ffle 坐吧 坐吧 他很激烦 牠很激烦 牠很激烦 好 Waffle 不要 来 小伙子 坐 小伙子 坐 坐 小伙子 小伙子 不要 不要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看看牠能夹在那里 站住 等 Waffle 站住 Waffle Waffle Waffle比较好动 在接受模拟测试时 让我有些担心 不知道是否能通过 Waffle 但反而Epheline非常有耐心 反复地让Waffle练习 不放弃她的梦想 坐 坐 坐 Waffle 这里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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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ash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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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患 期待这些试试 我认为Waffle 是一段的试试 除了保证 我认为 Benji 我认为他将会做成功 好 那么你要继续加油 好 好 那就祝福他们两位 谢谢 今天的Waffle 的表现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因为刚才在做那个试试的时候 他还会模仿Benji在那边做 真的是我很惊讶 因为上一趟看他的时候 他就是奔奔跳跳跑来跑去的 根本不听你的话了 我实现了一个人的梦想 但其实Waffle跟Benji能够带来的 是给更多人的欢笑更快乐 我很期待Benji Waffle还有我 可以带给更多人欢笑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